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三十多年前 他因为与一件无价之宝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轰动全国 为了探寻三十多年前的那段故事 我们随同魏正芳回望了他的老家 也是当时故事的发生地 林树县华桥乡长林村 当时魏正芳还是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那是在1977年的12月21日 当时的农村还是集体出工收工 傍晚时分 魏正芳耕完自己所分的那块地 刚要收工 看见临近地头上还有一片茅草没有挖完 他便走了过去 这个笔子 我是这个手下腰挖出来以后 下腰简直就湿起来 我这头挺规矩的 这个手湿的 当时在这个地头这就您一个人在干吗 没有 他们都是一人一块 一人一块 他们有挖完的 有做的 有没做的 我挖完了呢 我接着这块地 不知是一个的 我接着是那边 给它往下找 我第一线就砍着了 砍着我和我砍着了 好像是一个 给那个瓶子堆是这么大哈 我们才是这个 跌了线的时候呢 我那么一翻 它就不陆就滚出来了 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就这么发生了 被魏正芳两仙从地里挖出来的 竟然是一颗非同寻常的钻石 其实 钻石的矿物名称叫金刚石 只有经过切割 加工和琢磨的宝石器金刚石 才能称为钻石 金刚石主要产在一种叫做金箔地岩的岩石中 是地下岩浆活动的结晶 林仪地土中国东部最大的断裂带 坛鲁断裂带上 地质活动曾经十分活跃 所以很多地方都发现过金刚石的踪迹 魏正芳说 在他的老家建造钻石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据老人们讲 过去在夏天的时候 人们都穿草鞋下地干活 回家后把鞋脱下 仔细排掉附在鞋地上的沙子 碰到运气好的 也许就能沾上颗钻石 像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说人家建钻石 但是呢 我那时候还经常接岁 八九岁的时候 我母亲就叫我 人家还下火去建钻石 你也不跟人家去 上哪去建 我说 上哪走 你当时找你上哪走 人家也能找的 你找不着你也不去 我就不去 实际上那时候就从小时候就一死了 从来没有特意找钻石的魏正芳 这次捡到的却是一颗非同寻常的特大钻石 全村的人都来看新鲜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该拿这块钻石怎么办 几天后 魏正芳全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是长林钻石 长林钻石是山东省林树县吉山公社 长林大队的共青团员魏正芳 于1977年12月发现的 当时我想这块金刚石埋在地里 是国家的补充挖出来 是人民的摊 魏正芳以无比喜悦的心情 把宝石建给了国家 长林钻石的重量 为158.7860克拉 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天然金刚石 魏正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段影片 这也是他把钻石献给国家后 第一次再看到长林钻石 钻石举世界珍贵高档宝石之手 素有宝石之王 无价之宝的美意 而在中国人们历来以欲为贵 所以在历史上对于钻石的关注并不多 但在林椅 尤其是在魏正芳的家乡 以及附近的潭城地区 发现金刚石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金刚石已经不仅仅是尊贵的宝石 而且还是重要的工业材料 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国家地质部门需要找的 已经不是单纯的几颗钻石 而是具有一定储量的金刚石矿 而金刚石是自然界中非常稀缺的一种矿产资源 全世界只有二十几个国家 找到了有经济价值的金刚石矿床 那么中国有金刚石的原生矿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国家地质部门就在山东地区 进行了大面积的金刚石矿普查 最后把寻找金刚石矿的重点 魏镇芳把长连钻石献给国家后 作为奖励被安排到了谭城的金刚石矿当工人 谭城的金刚石矿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土法露天开采的金刚石砂矿 金刚石的比重不大 可以从岩石里玻璃出来随水而流 在河床中形成沙矿 但沙矿的金刚石储量一般都不大 1984年这个矿已经停产 而对于地质工作者而言 他们要找到的是金刚石的原生矿金箔利盐 姚西平是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 1962年6月毕业后 从江音来到林仪 参加了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的工作 那个时候 809队的大多数队员都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金箔利盐 到底该如何找呢 通过反复研究 809队发现 寻找金箔利盐的半生矿物 寒个煤铝流石 要比单纯的寻找金箔利盐的几率大得多 那就要看这个半生矿物的表面特征 看了以后 这弹生的地方 有的地方磨得比较厉害 在意乃那个地方 颗粒要稍微大点 看来呢 磨得要稍微轻的 将来决定它搬运的方向 就上西北方向 或者上北北方向 809队寻找金刚石半生矿物 主要是运用重砂法 对水系进行全面普查 通过在水系中取样 淘洗 跳筛 惊讨的全过程 来取得可靠的数据 就这样 809队的400多人 分成了17个普查族 分散到了林仪的各个地区 809队有三根庄 什么叫三根庄呢 实际上就是三个村庄的名字 一个叫李庄 就是谭城的李庄 还有一个叫义南张庄 还有一个叫沸贤马庄 这三个庄 曾经迷惑过809很长时间 在小布林 大量的美丽流失 而且磨损得很轻很好 周围做了很多工作 没有发现 结果再也没有什么行到的了 所以停止工作了 转眼间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809队的人 好像一次次看到了希望 最终又一次次失望 而找金刚实况本身 就风险极高 有的国家甚至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金刚实的原生矿 在林一到底能不能找到金箔利岩 难道老百姓们捡到的钻石 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965年 809队终于在林一西北面的蒙音 有了新的发现 1965年的8月24日 是一个应该载入中国地质史册的日子 就是在这条看起来和国外任何一个 发现金箔利岩的地质地貌都不同的沟底 发现了中国第一个金箔利岩脉 结束了中国没有金刚实原生矿的历史 都沸腾起来了这个地方 当日来说因为金刚实在国内 是很重的一个矿种 肚子非常重视 中的金箔利岩在这个地表上 大约覆盖深度 当日来说就一两米深 就是浮屠下边一两米就能看到金箔利岩 但是这个金箔利岩是风化的 是国外叫蓝土 或者叫黄土 是这样这个类型 但是这种金箔利岩就是比较新鲜的了 是下边开上来的这种金箔利岩 转石就在这个里头 它从一种货矿卧在里头出现 这条高品位的金刚实原生矿卖 被命名为红旗一号 此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809队先后在茫茵地区 发现了长马庄 西域 托里 三个金箔利岩带 其中具有工业价值的金刚实原生矿 是四个 这在世界金刚实原生矿 找矿石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到底在哪儿能找到钻石 在藤藤的筛选后会看到什么 请继续收看大钻石传奇 姚西平说 虽然809队的人一直在寻找金箔利岩 但能在地质勘察的过程中 发现金刚实的人还是很少 像魏镇方那样能捡到长林钻石 实在是太幸运了 的确据村民们说 过去只要下过雨 再发现长林钻石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道彩虹 而钻石被找出来后就再也看不到彩虹了 所以尽管有很多人都到魏镇方 捡到钻石的地方去掘地三尺 挖宝 但都没有什么收获 就在我们感叹命运的垂青 也许只有一次的时候 魏镇方却告诉我们 他家像他一样幸运的人 居然还不止他一个 这是我那个大坠家 就是他那个 家里有个社会金刚才 就对他了 来 扶杨妈妈 这就是你说当时您大哥是捡了几块钻石 当时我大哥是捡了这是第四块 可能第四块是这块 可能是最小的 这个就没有卖掉 就一直留着 对 这个呢就是因为当初我哥哥呢 所以就我给他处理吧 我说你别处理了 你留着吧 留着以后 好给你那个孙媳妇吧 那手里看看这个有多 这个大约是 这个能有多大呀 这个也有得得 不到一颗了 也就得一把分上 不到一颗了 也很长时间 我给他买眼睛 剪一颗 好 我搁起来吧 这个钻石吧 不管是大小 都得是红布布置它 那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一个吧 他属于他 fins Flat 他属于是一种作弊 所以就给 捞明写什么 当时我了 快 以后 于是给红布 过这个 在魏镇坊的家乡 至今还有人能捡到钻石 但现在真正投产钻石的地方 却是在距这里一百多公里的芒荫 1966年 就在809队找到金伯利岩的长马庄 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座原生金刚石块 1970年开始正式投产 这就是剑材701块 通过外大多数钻石的开采一样 在最初的二十几年里 701矿主要也是进行露天开采 现在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 开始进入了地下开采阶段 就是采矿的人下去的话 就衣服裤子都是要换的是吗 都有换都有换 里面温度低啊 里面还是打得在17度左右吧 是长年 超年就买入去 底下是不是不像煤矿似的 没有那些什么黑的 没有没有 那些都没有 就是有种被子的力 看上去有点滑色 白色的力量 就是被子的力量 701矿是在1999年12月 开始进行地下施工的 2001年开始转入地下生产 早休成一晚 我们现在乘坐的 就是工人们上下班的矿车 咱们下的地方下的是 一比 现在只有四比多米 只有四比二十米 咱们下不到地 因为它们还没坐 地下没坐 咱们要走一比一十米水平 哦 确定是黑的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一般的 到下面有点 下面有点 下面有点 这个开工的方法呢 叫五滴子翻转崩落 五滴子翻转崩落 这个开工方法呢 它的效率比较高 压下系数比较大 五分钟后 车停下了 我们将步行道 正在作业的拆彩面 这里的情景 和大多数矿景 几乎一样 很难想象 光彩多么的钻石 会出自证定 慢点 手机长 在一面加个地方 咱们就配水和变量 这是什么 配水和变量系统 哦 配点 配点 就要配点 一小时少数料是160厘米 那些是160厘米 这是大铁的 实际上这个框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防范 就是要排水 配水 配水是非常管家的 这两边就都已经是 那个金箔里放了吗 还不是 还不是 都不再长 再看一下 是点击下 上面有点 好 有电 小心点 张矿长说 即使并不是找到了金箔利盐 就一定能找到金刚石 大约只有10%的金箔利盐 和金刚石 这与金箔利盐生成时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矿里面 它这个钻石的含量是多少 看出来吗 看出来的 这个是米粒房的六倍多 六倍七十大厚客 这个是什么 米粒房 算多的 平米应该在中上有水 世界水分 在世界上 中上有水 那在咱们国内呢 在咱们国内现在是最多的 平米最多 那现在就是有 就从这个矿里发现的 就说的最大的钻石是多大 最大的钻石是119.01克了 由于金箔利盐的岩浆 是来自地球内部地面的深处 在上升的过程中压力很大 在快到地表时 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所以金箔利盐多数成火山桶状 称为金箔利盐桶 或者金箔利盐管 银石的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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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石是银石的银石 银石的银石 银石的银石 八十多度 几乎是银石 银石 这边就是小银管 小银管 小银管这个银石 小银石 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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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上面这些炼金不会是钻石吧? 不是,这些转斩不会是炊药吧,没有就是鸢骨, 越木,越木,越木,越木。 那这钻石实际上也不是这种箭子的什么? 对对对,在这个极木里面里面就剥着。 剥着吗? 那是不是很难说是这样,开起来看见的吗? 开起来看见的基本上没有发现, 在路上发现,在地下上有的灯光和各方面的桥像。 以下还没有发现 看样子我们在矿井里是看不到钻石了 这些金箔粒岩将被运出矿井 在地面上工人们在通过各种手段对它们进行筛选 张矿长告诉我们 现在每天有400吨左右的金箔粒岩开采上来 而矿里选钻石采取的是多段破碎法 也就是使矿石由大变小 再用钻石金油脱水的特性 通过破碎、脱泥、筛分、淘洗、油悬、脱油烘干等手段 对矿石进行逐层淘汰 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筛选方法 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 就有找到钻石的机会 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钻石吗 我觉得,是不是很用的 已经是从来上机的车区 然后这里有控制水平潮 这也是从来到红柠洁 就像 bottoms了一件事 1983年,701矿的工人在选矿时发现的那颗119.01克拉重的金刚石,在中国位居第三,后来被命名为蒙山一号,而最近发现的一颗比较大的金刚石有45克拉。 在经过层层筛翻之后,就进入了首选的阶段,此时虽然已经不会有太大的钻石出现,但在这一堆堆的细小矿石中,还是隐藏着宝藏。 一名合格的首选工人,一般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培训,才能成为慧眼石宝的人。 他们一天能够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中,选出100到300克拉的金刚石。 在金伯利眼中寻找钻石,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一吨矿石平均只能选出一克拉金刚石,一克拉是200毫克,也就是说只有五百万分之一的记录。 直到此时,我们才真正理解,魏正方能够在一次偶然中,捡到重达158.7860克拉的长林钻石,是多么的幸运。 这就是包含有钻石的金伯利眼,是大自然的一种氨刺。 和大多数矿物,甚至是宝石相比,钻石的产量与大小,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但正因为它稀有、坚硬、纯净,只有经过反复的琢磨,才会放射出璀碳的光芒。 所以才为世人所珍视。 这是火山喷发产生的奇迹。 我说那要是有一千年,它要有一千年了,就可以成了王了。 这是自然给予的余额财数。 就把我们领到这个玛瑙王公寓,玛瑙大舵上去。 敬请收看左边通过系列片《珠宝玉石》第九集,发现玛瑙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